昨天傍晚有民众发现在澎湖马宫的天空当中 竟然出现了五个太阳 立刻记录下这难得的奇景 虽然最后只拍到了四个太阳 不过也令人相当惊艳 拍摄者立刻po上网跟大家分享 虽然有网友引述科普天地的文章 认为是天文上的幻日现象奇景 不过澎湖气象站主任认为 这应该是玻璃折射 橘红色的太阳高高挂在天空中 不过仔细一看 这个太阳的数量好像怪怪的 数一数居然有四颗 一整排就这样 因为一直要往海里面墜入嘛 难道真的是天有异象吗 澎湖马宫有民众五号晚间 发现雾默默的窗外 居然出现五颗太阳 赶紧拿出摄影工具 记录下这个景象 不过可惜的是 最后只拍到四颗太阳 沙发看到 然后再过去拍 再走过去 真的是五颗太阳就用手机拍 兴奋之余 他也将照片PO上网 要和网友分享 还特别注明 太阳是随着夜幕低垂 逐次地减消失的 不是后置 天空设计来看的话 是没有这种现象 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 应该是很多人都会看得到 虽然澎湖气象站主任 认为是玻璃折射 才会出现这么多太阳 不过就有网友看到照片后 引述科普天地的文章 称换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 由于天空中的卷云 大量漂浮着六角形冰晶 整齐折射太阳光线 从而在真实太阳位置 两侧产生两个太阳的虚向 如果没有比较低的云块 阻碍视野 民众就可以看到 虽然并不能证实 澎湖马公也出现换日 不过这四日奇景也让网友 则则称奇 记得澎湖众号报道